新组合的奥运之旅,网友们直接评价,临时搭子太抓码了,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真心组合到底有多抓码?换对手,换对友,临时摇人,逆分翻盘,决赛摘因。 中国选手张之珍和王兴渝此次奥运之情的经历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惊心动魄。 在之前的赛程中,张之珍先是得知原本的对手退赛,换了新对手。 紧接着在赛前得知自己原本的搭档郑清文因为网球女单比赛消耗过大,无法继续参加混双比赛,但随后剧情反转,当时在球场附近接受治疗的王兴渝已经在看回国机票,却接到摇人电话,临时被拉入战队的他没有合适的鞋子,穿一双硬地鞋就上场了。 尽管王兴渝曾在2023年获得法王女双大满贯冠军,张之珍也曾夺过男双冠军,但此前王兴渝,张之珍从未在任何正式比赛中以混双形式合作过。 这对临时搭子凭借各自的经验,在混双赛场上不断取得突破,然后水淋淋地拿下银牌,还一不小心创造了中国网球的新历史。 这对临时搭子凭借各自的经验,在混双赛场上不断取得突破,然后水淋淋地拿下银牌,还一不小心创造了中国网球的新历史。 真心组合看似把超绝松弛感轻松拿捏,但不论是张之珍还是王兴渝,背后的付出或许是至甚的关键。 这是中国网球在奥运混双项目上首次获得奖牌,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节,燕子斋同后,中国网球时隔16年再次夺得奥运双大奖牌。 祝贺张之珍和王兴渝。 不知道吗?性格上面?不知道,还不是很熟。 那个是摇人?摇一摇的那个人? 差不多,确实是差不多。 我下午本来是在看机票,差一点就订了,然后想说因为有一点贵啊,想说等一会儿再看一看。 五点的时候,我们教练打电话问我说,你人在哪儿?你有拍子吗? 他说,可能要你打混双,我说那好,那我刚好都有。 我们俩打双打的这个刚好节奏啊,或者是这种心情,就这种状态,就是很合得来。 就是这种意外之喜都是好事情,完全就是往往大家不负期待的时候都会有些惊喜。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时刻准备的,机会是放在眼前,然后我们需要去抓住机会才能够得行吗? 真的没有,我说那就是超级的一会儿,所以我们只是愿意在在耶稣上, 这样子lik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只是每个赛紧还有一个赛紧。 我还没有提及到要再来一支级,因为我是非常愿意。 for me it's even a surprise you know from one hour or 45 minutes like changing the open and changing the ponder so I have totally no idea what's going on in that moment so it was incredible we made a first we won the first match and also after you know every single match it was really tough for us even second round we got a two match point and third round again we were losing first set 6-2 out of nowhere and then we come back and also today also first set losing like out of nowhere again and then we tried to somehow we managed back to the second set and then super tie break we got a chance and I missed the chance as everyone knows but yeah it was really how do you say really good week even we losing today we got a several one we didn't get the goal one but we still believe this is a good week for us 难忘的吧 我相信 对我来说 肯定 不会忘的 确实是 有一块银牌 带回家 这也是 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先回我想想 然后包括前面 前面你的问题是什么 来着 如何评价这个成绩和评价这种 我完全是不用评价了 这就是最好的评价了 对吧 一块银牌 非常可惜 没有能拿到金牌 但是 我 就像我前面之前有说过 银牌是细品的 它 一开始的滋味并不好受 但是它 过了几天几周之后 你还是会感觉 这块银牌很香的 或者是感觉更可惜